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俗语所说的 人贪三样 一生白忙 三样指什么 为何会白忙活 老婆说得好 知足和常乐 很多事情适可而止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过度贪欲 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甚至归零 民间关于贪欲流传这些俗语 比如人贪三样 一生白忙 从字面意识很好解释 如果人贪了这三样 一生都将白忙活 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存在 但是该俗语所表达的意识 以及蕴含的道理 现在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到底哪三样东西不能贪 贪了为何一生又白忙活呢 下面详细解释该俗语的内容 大家看完后就有答案了 第一 贪图安逸 不论工作还是生活 人都不能过于贪图安逸 短暂的安逸称为歇歇 奋斗一段时间后可以通过歇息调整自己 以便后续获得更好的成绩 如果刚获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 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 没有危机意识 日子过得很安逸 过不了多久 迎接的可能就是失败 甚至是一蹶不振 举一个例子 村里面有个养殖户 主要以养羊为主 前几年赶上了好时候 利润比较大 一年利润能净赚几十万 几年过后 预计挣得不少 这两年就放松了管理 开始雇人养羊 平时自己也不参与 比如说买什么就买什么 羊生病了也不管不问 日子过得很安逸 谁知道去年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羊圈里的羊开始大量死亡 刚开始只是几个别的羊出现问题 觉得是小问题 没有特别重视 所以后几天大量的羊出现死亡 此时再找专家已经晚了 最终把前几年挣的钱 基本上全部赔进去了 自此过后就没有再继续养羊了 听说今年已经外出打工去了 这几年的养殖等于白满火 又回到了原点 这就是过于贪图安逸所导致的结果 第二 贪酒无量 生活中有些人喜欢喝酒 有些人滴酒不沾 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 酒是好东西 一顿不喝就觉得不舒服 我们常听到 喝酒适量即可 千万不要贪杯 但是有些人一天三顿都要喝酒 早饭少喝 中午继续喝 晚上大喝 对于这种嗜酒如命的人 危害主要有两点 其一 身体健康问题 喝酒多了 势必会影响自身的健康 久而久之 肠胃病 以及其他疑难杂症 都会接踵而来 即便自己再有钱 可能也无福享受 前半生辛辛苦苦挣钱 等待该享受的时候 却因为喝酒而突然去世 等于一身白满火 其二 喝酒误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晚上喝酒相对还好一些 喝完就直接睡觉了 如果早上或中午喝酒 一天都会感觉到比较难受 农活做不下去 工作做不下去 另外 从现在社会来说 如果因为喝酒而被查到了酒架 不仅自己这辈子等于白满火 甚至还会影响下一代 得不偿失 第三样 贪射无度 老话常说 射着头上一把刀 人不能过于贪射 如果贪射无度 也有可能导致一身白满火 这句话主要用来形容男人 金钱和美女相信 是很多男人离不开的话题 贪射无度可能会带来 下面两种结果 其一 身体出现问题 如果一个男人过度频繁地重愈 从精神状态就很明显看出来 脸色苍白 无精打采 做事情不专注 长久下去 自身的免疫力或许会下降 各种疾病不寝致来 最终的结果 可能还年轻就去世了 后半辈子还没享受 等于白满火 其二 家庭或事业会受影响 由于贪射而被爆出丑闻的事情并不罕见 从家庭层面来说 结果就是离婚 孩子老婆都丑了 最后就剩下自己 从事业层面来说 如果被爆出丑闻 被公司辞退 并且再找好工作也有了污点 等于后半生基本上就平平无为了 当工作 事业 家庭都没了的时候 很好地体现了一生白满火的观点 生活中越是优秀的人 越有危机意识 做事情也都有度 总结来说 不要在最好的年纪活得太安逸 不要过度地贪酒贪色 毕竟酒色无情 想要自己一生过得很精彩 这三摊一定不能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